先更新 昨天提到预期9月份的物业合约销售 会持续大幅下降 导致集团的回款能力持续恶化 进一步对现金流和流动性有一个巨大的压力 另外外电就报道 中国政府已经安排了联合工作组进驻恒大 恒大昨天就跌 恒大相关关联4间公司都是向下 同时看到其他内房股和物馆股跌得很严重 两个层次去问这个问题 Jason 你觉得恒大会不会倒下呢? 如果你看恒大美元债的债息 都去到400多、500多亿流出 代表现在外界的投资者 一面都认为恒大在所难免 到最后怎样都会毁约 但是大家要留意 所谓的债务违约就不等于一间公司 一定会清盘一定会结业的 就是在内地之前都试过有些公司财困 有些债务还不了 但是结果是会有个重组的情况出现 但是在重组之前 你拿着它的债的债权人 都有一个hair cut hair cut可能的乘数大概是七成至八成 都这样长下 但是你说在hair cut之后 有机会政府方面就会介入 比如可能就要一些 资产管理公司 有些保险公司 或者一些国资方面的 就是国有的资金 去到做白武士 可能是买回一些资产 或者直接是入股 去到公司那里 所以变成你说到最后 恒大整间公司是否因此会结业 我觉得未必会是 因为如果你说到这个层面 影响就相对会比较大 还有所谓的违约也好 我觉得现在以内地的做法 都会慢慢用一个有秩序的形式 令到去违约 可能就不要说你一违约的时候 令到全部的内房企业 或者其他的金融体系 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恒大到最后 有些债务应该都真的还不到 就是出现违约的机会是高 但是你说要彻底这样倒下 我相信机会就未必会那么大